拜登政府他的整个的对中国的对策 他有一些逻辑上的合理性 但是跟现实实际上是差得很远的 现实是什么呢 在川普时期世界和平 中共没有那么多挑衅行动 在中东 在欧洲 在亚太地区 都没有什么大事情 没有新的战争 那拜登总统采取这种和平管控的方式 反而这些地方都不稳定了 所以说美国的议长一访问台湾 中共就着急了 进行很多挑衅性的行动 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他不是按照逻辑和理性来出牌的 你跟他讲管控 他觉得这是你的弱点 所以他专门跟你挑衅 江泽民讲得很好 他说要以对抗来求合作 所以说中共的基本的调子就是说 你要跟我合作吗 那我先对抗对抗 这就是为什么中美关系之间 温度不能升高 为什么呢 你不能跟他软弱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 就是要有一种现实的眼光 刚才戴宝先生讲得很好 中美之间他的竞争的领域是非常广阔的 经济 政治 技术 军事都有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 拜登政府强调的不够 那么川普总讲得很好 就是说政治意识形态的竞争 在意识形态方面 这个不行的 苏联在冷战时候 他最有攻击性的年代 是五十年代 那么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苏联也跟世界灌这个和平的这个迷魂汤 说我们要和平共处 赫罗小伙说我和平共处 所以当时也是讲和平共处 现在在拜登政府里面 很危险的一个地方 他就说我们要跟中共呢 叫共存竞争 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是绝对有必要的 因为唯一的别的选择是打战 不不不不 唯一的选择不是打仗 川普跟这个拜登政府的国际战略上 最大的区别 就是川普这个团队里面 他非常注重阻吓 deterrence 就在任何这个危机出现之前 他就没有这种危机的必要了 那么拜登政府呢 他比较注重于这个危机发生之后 我们怎么样去管控 不不不 这个这个呢就是我觉得 那戴博先生 您这点我不能同意 你说拜登没有足够的 就是在中国中美关系 这个定位问题 他是有点含糊其词 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改善 可是同时的话 在美国投资 你说那个基础建设的 一个新的法案 特朗普口头上说 四年之内他什么都没有做 还有美国的那个通货膨胀 那个减少的这个 其实是一个绿色技术的一个投资的方案 他也通过了 还有芯片那个在美国的科技方面 科研教育都为了强化美国 做了很大的一些投资 同时的话 在西太平洋 你说在四国集团 这个特朗普的那个政府也做了不少事 可是拜登也继续做 在奥克斯方面 让韩国和日本和好 让那个北约组织 把中国也堪称 他的使命的一个焦点 让日本就是继续 把台湾的利益 堪称是自己的利益 这些各个方面 那个拜登在那个西太平洋都得分 所以他们排除那么多 部长级的人到中国去 是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占有这个室内地位 这个并不是说明他们很软弱 而是说明他们有一种自信心 剩下来要做的事不少 可是你说拜登好像什么都没有做 我觉得这个不符